为了让更多需要帮助了家庭和独居老人 得到协助 财团法人施力红化同心共济会 特别结合了卓契乡民众服务社的主任林慧婷 先议员高小成 商代表邱秀英以及玉璃分局协助 转正善款和物资 加会了14户的家庭 补助金额高达18万5千元 除了稍减当事人的燃眉之急之外 更期盼社会爱心人士 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来协助贫困的民众 为了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以及独居老人 财团法人施力红化同心共济会 特别结合卓契乡民众服务社主任林慧婷 先议员高小成 向代表邱秀英以及玉璃分局 协助转正善款以及物资 加会了14户的家庭 补助金额高达18万5千元 除了稍减燃眉之急 更期盼社会爱心人士 能够抛砖引玉 民众服务社表示 希望借此关心宋男的活动 进而抛砖引玉 唤起社会大众的爱心 将关怀物资 或是善款送给真正 需要帮助的家庭手中 使人间有爱 世界有情 记者高雄霜 周西湘 采访报道